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等我一下 請問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好 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明交友網站續約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明這個交友網站續約的問題 那其實會要講這個題目 是因為之前我們消息會有收到一些申訴案例 那這些申訴案例呢 基本上都是跟交友網站有關係 那其實我後來去找了一些交友網站 坦白講那個有的交友網站 它的公司名稱上面沒有公司名稱 也沒有電話也沒有Email信箱 那所以導致呢 如果後續有發生一些消費糾紛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是不知道要如何去組裝自己權利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講到這個自動續約 因為自動續約其實就是我們消費糾紛很大的一部分 好 我先說明什麼叫交友網站 其實現代人喔 生活忙碌啦 然後其實也人手一機啊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 用電腦 不管是用電腦 或者是用 或者是用那個 手機 都越來越方便 尤其是我們用手機啊 我們可以 可以把手機帶著走 不管是我們 在 在就是 坐車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可以隨時隨地回應 我們親朋好友給我們的訊息 好 所以 其實現在的網路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所以有很多的交易模式喔 本來 它都是 本來它都是用 本來都是用那個實體店面的方式 但是後來可能都會 因為網路的便利性 所以就移轉到網路上面 那 過去有一些婚友社啊 那現在就變成交友網站 所以很多好朋友喔 很多朋友他們參加交友網站 去加入他們的會員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 他們想要從上面認識一些異性朋友 有時候不只是認識異性朋友 更重要的是 有的人甚至想要從上面去找伴侶 那 要從上面找伴侶這個事情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不對 反正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平台 這個交友平台 然後來認識 來拓展我們的生活圈 拓展我們的人際網絡 好 這就是交友網站 好 那我們今天要參加這個交友網站喔 其實會 為什麼會有發生法律爭議 其實如果 都很單純 比如說我加入他的會員 我一個月付你多少錢 那我們的合約的期間 好 比如說是 三個月 好一個月就付你一千塊 三個月我就付你三千塊 那一般來講 網站上的 整個交易流程 它大部分都是 當你要加入的時候 它會先有一個會員條款 會員條款 那你上面 通常它會給你勾選 我已閱讀 上面的這些條文 或是說我接受上面這些條文讓你勾 或者是 它會問你 你是否同意這個會員條款 會有一個同意跟 取消 好 那讓你來勾選 那 當你選擇了同意 那就 業者 他的 業者他就會說 你已經同意了上面的這些條文 那這上面這些條文裡面呢 有其中一條 應該就是關於 自動續約的問題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今天 消費者在 勾選同意的同時 同時 也把這個自動續約的條文 同意了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 一個月一千塊 三個月三千塊 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 繼續使用這個服務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講 這應該是我重新檢視 這個交友網站 對我來說 是不是有它的效益的地方 好 但是呢 第四個月 或許我要使用 那當然你要自動續約 自動用信用卡包我扣款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說 我今天我不想使用 業者還是用信用卡包我扣款 那怎麼辦 雙方的法律爭議就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原則上 原則上 在這種 交友網站的案例裡面 自動續約 是雙方發生消費爭議的大眾 我們剛剛講的我按的同意 那上面有一個自動續約條款 那事實上有這種自動續約條款 它通常一定是搭配 搭配那個信用卡 一定是搭配信用卡 如果說你今天你付那三個月三千塊的匯費 你是透過比如說你匯款 你匯款或者是 或者是你是用 你用匯款或是你是用 用現金或是用郵政劃波 這個主動權其實都操控在消費者這一端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是 用信用卡扣款的話 都是通常啦 通常像這樣的情況 主導權就會變成在業者那一邊 業者只要到第四個月 他就自動幫你續約 自動跟銀行勤款 那對於消費者來講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保障 所以這也是消費者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問題 就是自動續約 好 自動續約 那這邊有一位朋友在見面 他有提到B2的網站都在國外 都是收到上場才知道被扣款要怎麼辦 其實這個就是我一直在提 就是今天一直在提醒大家的 其實我們有去分析這些交流網站 很多他們上面並沒有他們的公司名稱 大家可以去觀察喔 上面並沒有公司名稱 那也沒有任何的聯絡方式 也沒有 比如說沒有客服電話 也沒有Email信箱 這個都要請消費者 可能大家都要注意 因為這個部分喔 他既然隱匿他的營業資訊 那這個如果未來發生消費整理的時候 對消費者來講會非常非常的麻煩 你想要跟他討回這個自動續約的這個款項 要討也不是 不討也不是 為什麼 好 你要怎麼先 第一個我們如果要主張我們的權利 我們一定要先確定 跟我們做交易的人是誰啊 譬如說 你到A網站去消費 他自動續約了 但是事實上我根本不想 我根本不想自動續約 我不想被他扣錢 那怎麼辦 那你就只能告他把錢拿回來 或是你去做消費爭議的調解 去申請調解 但問題是 你今天你要申請調解 你連你的調解 申請 就是你要 你對方對照到底是誰啊 你就弄得不是很清楚 那你要怎麼確認 你要怎麼去申請 你連要告的對象是誰都不知道 一般來講我們可以從這個 信用卡的 信用卡銀行給我們的這個帳單明細 我們來判斷到底對方是誰 因為我們在信用卡銀行給我們的帳單裡面 其實裡面都有那個交易明細 那個資料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是誰來跟 跟銀行請這筆款項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確認 你的對照到底是誰 那確認對照以後 這個時候 才來跟 縣市政府的消保官 提出消費增益的調解 或者是向消保官申訴 那如果說在調解的過程 雙方都不同意 才會弄到法院去 那一般來講這個 交網站的金額 坦白講都不高 它不高 最多 多的話大概兩三萬 少的話可能是幾千塊 但是你跑到法院去打這個官司 其實曠日費時 再加上 這種爭議喔 你要出庭 你請律師 也不划算 因為律師一個 一個省級的費用 應該都會比這兩三萬還要高 你就算全部的錢都拿回來 你還不夠付給律師 所以這個對消費者來講不划算 那如果你要自己處理 的話 變成你要一直跑法院 你跟公司請假 會被公司扣薪水 所以 當你錢還沒有拿回來 你就一直被扣薪水 所以這對於消費者來講 是非常非常麻煩 所以 也就是說 今天你在做這個交網站的消費之前 我的建議是 大家一定要先搜尋 一定要先搜尋這個網站上的封品 然後去判斷 他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樣的消費爭議 如果 已經有網友反映了 說他跟某個網站 有發生什麼爭議 那這個部分 可能就要請 每一個 聽眾 聽眾朋友 線上的朋友 你們可能就要注意 因為如果說 你真的去 真的去消費了 而且後面也發生了爭議 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跟精神 還有金錢 你才會辦法逃回你 被他扣的那些錢 我覺得對於 對於這個 消費者來講是 一定要小心的 好 我們先來討論 那個定型化器 會員條款的法律效力好了 我把問題列出來 來 大家看一下 會員條款中 其實會有這個 自動虛樂的條款 那這個法律效力為何 一般來講 遇到自動虛樂的問題 遇到自動虛樂的問題 業者他的說法都是 那個條款當時消費者都按同意 既然有同意 所以 我今天我來請款 這沒有什麼不對 好 那這個其實 就要涉及到消費者保護法的問題 這個自動虛樂的條款 這樣的條款 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 如果他是有效 那就構成雙方權力 義務內容的一部分 這部分 消費者就會受到拘束 如果今天 他是無效的 那消費者基本上可以不甩他 你扣我的錢 這就構成不當得利 消費者可以要求他返還 講到這邊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這樣的自動虛樂條款 我們根據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跟第二項 它這個其實有違反誠信原則 也違反平等誤會 所以 在我的認定裡面 這樣的一個條文 在這樣的條文 會構成 違反誠信原則 平等誤會原則而無效 既然無效 消費者就不應該受到拘束 也就是說 一間業者你自動去續約扣款 這個行為 這是構成不當得利 消費者可以請求返還被扣的這個金額 所以這個自動續約 基本上是不合理 也不合法 好 這有一個朋友叫忍者 他說 請問婚友社是不是一樣 其實婚友社它比較像實體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講交往 但是比較像是在線上的部分 那其實婚友社跟交往 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共同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過去其實有接到一些消費者 對於某些婚友社的申訴 那個申訴的內容大概是 就是我今天我付了錢 我付了很多錢 但是婚友社並沒有介紹 合適的對象給我 為什麼 那因為就是婚友社 他的人不夠多 他的會員不夠多 因為 有的人 他去婚友社 或者是他去交友網站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是 我要拓展我的人際網絡 我要認識一些朋友 甚至有人 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上去找我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甚至是我要去找我未來的太太或先生 那也就是說 其實今天我參加這樣的一個 加入這樣的一個會員 我的目的 可能就是我要找我未來的伴侶 既然我是要找未來的伴侶 那其實這個婚友社 或交友網站 他的會員人數 就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我們消息會 有接到一些申訴案件 如果說今天有十個 就是我今天我付了三個月的費用 但是婚友社 或者介紹給我的人 基本上都不符合我的需求 講白一點 就是他介紹的人不是我的菜 那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情況其實我們常有聽說 那這個問題其實跟婚友社 還有交友網站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今天消費者 你在參加婚友社或交友網站的時候 你一定要 一定要好好的去想 就是說 這個部分 他的會員人數的多寡的問題 會員人數比較多 你才有可能 你才有可能 會去得到你想要 就是才有辦法去接觸到你想要接觸的人 再來這邊有一個朋友叫Lulu 她有提到 會不會有騙錢又騙色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問題 所以消費者在做這一方面的消費的時候 一定要思考清楚 你一定要思考清楚為什麼你要上交網站 你到這上面你的界限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 是不是有一個男性朋友要接近你 然後他跟你講說要多少錢 又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是不是就是你要小心的地方 我們人跟人之間相處有一個分際 那上面在上面認識的人 他是他的要求會不會超出分際 如果有超出分際 那這樣的要求是不是合理 那我是不是要配合 這個我覺得都是我們 每一個消費者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好有一個朋友叫美麗 如果自行將信用卡剪掉或停卡扣不到款 就沒有問題了吧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處理的方式是讓這個業者拿不到錢 拿不到錢 那拿不到錢當然這是一個處理方式 因為事實上 我們並沒有自動續約的問題 所以約到了我沒有付錢 基本上他們也沒有辦法來告我們 他告我們也不見得會贏 但是如果說你本來就跟他約定要 加入三個月的會員 你在第一個月你就把卡剪掉了 後面兩個月他是可以要求你付款 他還是可以要求你付款 但第四個月開始那個自動續約後面的問題 那個部分就是 我們我們卡剪掉 他就算來跟我們要求要請款 他一樣在法律上還是站不住腳 好這邊有一個朋友叫艾萍 他有提到這個婚友社 要簽約有沒有政府的版本 一般來講就我的了解 就我的了解 這個婚友社 這個婚友社 他是通常都會拿一個書面的合約 給消費者來簽 好那簽了這個合約以後 簽了這個合約以後 簽了合約以後 然後你付款以後 他會認可你是他的會員 當你是他的會員以後 他才幫你不斷的介紹 異性朋友 所以一般來講 婚友社他是會跟你簽訂書面 書面合約的 這對雙方來講才是比較有保障 那有沒有一個政府版本 所謂政府版本就是電型化契約條款 範本或者是電型化契約 因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在因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裡面呢 其實 這是有法律強制效力的 範本就是沒有強制效力 那目前 這個部分是沒有 政府是沒有公佈範本 或因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這個跟這個朋友做個說明 好 這裡有一位線上的朋友叫李甘祥 他有提到 與介紹外籍朋友的規範 也一樣算消費問題 其實我不太懂你的這個問題 問的內容 但是其實只要這是一個服務 就可以算消費問題 就可以算消費 我把這個消保法的條文 介紹給大家 大家等我一下 來我們在消費者保護法的第二條 第三款 有提到消費關係是消費者跟企業經營者之間 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的法律關係 也就是說 今天消費者在這個交往網站上面 享受這個服務 這就是一個法律關係 也就是消費關係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消費問題 這個或許不是買一個很具體的商品 譬如說我去外面我可能買一個杯子或買一個碗 或是買一個手機買一台電腦 這就是這都是就商品的一個消費 消費那所謂的服務呢我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跟房屋仲介 房屋仲介帶我去看房子 那之後我要跟賣方買房子 那這個房屋仲介它所提供的服務 我們會付仲介費嗎 這當然也算是一種消費關係 那這就不是針對商品 這是針對它的服務 我這樣解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這有一個線上的朋友叫菲子 他有提到相關政府單位能約束 管理這類的交往財或婚友社嗎 好這個這個問題我覺得問得很好 是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把這個交往財或婚友社 目前我們實務上遇到的問題 如果說它的公司是用台灣的公司法所成立的 或者是說它的營業登記是登記在台灣的 那政府單位他要約束這類的服務的業者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有一部分 為什麼今天會發生這個爭議 而且我們拿它沒有辦法 就是這交往財很多的公司是設立在境外 也就是說他可能是找了一個國外的 比如說英俗某某某群島 它是一個免稅天堂 它的公司是設立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所有的營收都不需要對 中華民國政府繳稅 好像這樣的一個部分 這樣的一個部分 其實 你要對它主張權利 或者說政府要去做管理 基本上就會有一定的困難 好 有一個朋友叫Sasa 銀行攔截有什麼條件 有沒有配合的法源 其實銀行付款 我們來講一個法律關係 銀行今天付款給業者 是根據我們消費者的指示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在 做在信用卡在簽名的時候 等於是我是指示銀行付款 也就是說銀行它是我的 它接受我的指示才能付錢 那如果說今天在銀行還沒有付錢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銀行說 你不要付這筆錢 那銀行也付了這筆 但它卻付了這筆錢 代表銀行它沒有按照我的指示 而付錢 那這個時候這筆錢 就是銀行自己要吞下去 你自己要想辦法負擔 這就不能要求消費者來負擔 有一個朋友叫天天 他有提到這是不是預付型消費 當然是啊 這當然是預付型消費 也就是說你是先付了一筆錢 給 你是先付了一筆錢給他 給這個交往站 然後後面再慢慢享受他的服務 好 這邊有一位線上的朋友叫甘翔 他說消保法的對象是否是只有航號的企業 消保法 我把消費者保護法條文貼上給大家看 來 在消費者保護法 在消費者保護法的第二條裡面有一個 他對於消費者去做定義 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 那其實喔 其實 只要我是基於消費的目的而交易 或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 我就是消費者 那 企業經營者 就是指 設計 生產 製造 輸入 或經銷商品的 或服務的 都叫企業經營者 來 大家看到這邊 這邊有沒有提到一定是行號 也沒有 有沒有提到一定是公司 也沒有 有沒有提到一定是個人 也沒有 也就是說 根據這個條文的文藝 條文的文藝 只要你是設計 生產 製造 輸入 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人 你就是企業經營者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即使我今天我沒有成立公司啊 我是一個人 在網路上做網路拍賣 藉由這樣的一個服務來 藍燈商品 然後獲利的 我這樣其實也算是企業經營者 那同樣也收到消費的保護法的規範 好這個其實在我們 消保會的行政命令裡面 行政函事 行政解释里面 都有做出这样的解释 好 有一个朋友叫花花 她提到拍卖网站都是个人卖家 怎么判断她是不是公司行号 发生结婚怎么办 只要这个个人卖家 她是经常性的出售商品而获利 她应该就算企业经营者 不管她有没有去设立公司行号 都一样 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的 除非说她今天她卖的东西 比如她是家里有什么旧的家具 她把这个旧家具放到网路上去拍卖 那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卖 那这个我们可以认定她不是企业经营者 但是如果说她是经常性的在网路上拍卖东西获利 那这个她我们就认识她是企业经营者 只要她是企业经营者 她就会受到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规范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 线上的朋友叫海山 他有提到说搞不清楚是国内或外商 所以政府应该规定网路交易 要有基本的告知资料 这个我赞成 这个部分基本上我是赞成的 好 这边有一位朋友叫谭爸爸 谢谢你的称赞 那我们这边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很多法律观念跟知识 有一个朋友叫威风 他提到用line或脸书的交易是 但是面交商品这算通讯交易吗 这当然算通讯交易啊 这当然算通讯交易 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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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